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抖音解封吧 很多人说需要解封 然后一些东西 然后最近的营销号也比较多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也被骗了不少钱 然后他们那些都是大同小异吧 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 目前的话抖音解封它只有一个办法 然后说就只能进行一个伸素 像网上的一些其他办法 都是不太行的 但是伸素有不同的渠道 有很多种渠道 它的成功率也会不一样 然后先看我这个账号吧 我这个账号的话 以前是企业账号 然后因为某些原因 然后账号被永久禁言了 我这些发的信息 如何解除账号的功能经用 然后还有一个记录是吧 然后伸素失败 然后也会显示的很明白吧 2012年就开始了 然后我这个日期是8月1号 是没有多久的 然后你看一下我的 现在就是显示我的账号 方法正常 也就是说前天我把它解封了 那8月7号我还是 就是研究经验的一个状态 经验原因 该账号内容涉嫌 某什么行为 最后就说了 不小心把那个视频被那个封了 那是正为贵吧 然后读名账号没保护好 刚开始也不知道 不珍惜 然后被封了之后发现 还是非常麻烦 用这个抖音账号 我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申诉这个界面 看到吗 账号撞是正常的 但是说我这个申诉都是失败的 他给了我两次经验吧 第一次是给了我7天的评论训练 一刻进 然后第二次是设限我防耳机管理职训 我说账号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设置里面 像设置的话 我们就点这个手机号绑定 像正常的抖音号 他都会一个手机号绑定的 那我这个手机号已经没有绑定了 如果说我是用了 我是用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我自己发现的 目前应该可能还没有公开吧 然后如果说 你要正常的把这个手机号给释放出来 就得消负 就是把这个 把你的被封的这个手机号 然后过付给别人 让别人再重新注册 然后系统就给你个检测 发现你这个手机号已经有新的用户在使用了 已经不再用了 然后你用那个手机号登录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注册新的账号 或者说是登录这个原来的账号 如果说你登录原来的账号 那你就不行了 你必须选择创建新的账号 那么你这个手机号就会保定就会被释放出来 然后就变成我这样 手机号变成没保定的状态 我这个实名认证如果要修改 要搞什么东西呢 就必须按那手机号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目前营销号是什么情况 就是网上所有的一些抖音解封 还有什么抖音不掉核对 我也不知道吧 反正像这个我也不关心 因为我是想办法给我自己抖音号给释放出来了 这些是一些影响号的 以前买了很多资料 然后怎么说参考意义不大 怎么还有什么 第一个什么ED登录 什么不懂事 这都是批划 怎么说 抖音客服 这些都是花钱买的 如果说大家去网上买 估计也是这种东西是个骗子吧 没什么用 然后听说的话 还有个什么抖音不跳核对 那个好像还可以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如果说抖音实在解封不了 你就可以用功夫 就是企业账号开个远用号 但是有一些 它被永久禁言 它是开不了 远用号的 具体得大家去试一下 如果功夫的话 你去开 我这里 我也有功夫 就是可以给你试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稍微好用一点的吧 现在互联网 就是在互联网投资平台 它是有小概率是可以的 有小概率是可以的 然后像我那个方法 就是人家说的什么 新增方法 客户率就买的 什么东西 就是说 过户是不是 当手机号 过户成功了 等两周以后再注册 这个我那时候没试 但是可以说试一下 但是说我解封化不是这样的 我是直接成书的 然后再放花 放花吧 放花节 所以人家花钱买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出来 像这个什么智能老师 那都是个鞭子了 就没必要说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什么无线注册 抖音不跳和 和的流程吧 大家自己看一看 我就不念了 这个我也试过 有些人需要吧 有些人不需要吧 然后像这个视频的话 我可能一下找不到了 如果说需要的话 你们就私信我需要什么话 我跟这个抖音号 这什么营销号 也没有什么意义交集吧 我也不是说 靠抖音这个吃饭的 就是说 给我解封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出来 我跟朋友们 我打破 건데 我跟朋友们 打破了 都不能也不含 我跟朋友们 这种费象 不是 哪有 和朋友们